我是为了要求道而出家的 没有那种世俗的欲望 其实我们还是只从产品本身来说 讲讲新人入坑 如何选到新量适合自己的GT 应该说在测评和答疑的过程中 新玩家最爱问的问题就是 新手应该买哪个 或是质量款哪个好一些呢 等类似的提问 很明显 这样的问题是没办法帮助你选到合适的产品的 如果是在贴吧知乎等平台发问 他大概率会让你买到一款根本不合适的产品 在开始解决这个问题前 有一个不管是新玩家还是老玩家都应该理解的概念 那就是你的第一款产品只是你玩尾旅途的起点 而不是终点 玩尾并非找到一款合适的产品就可以宣告结束 你的新鲜感和好奇心 总会促使你去选择去尝试下一款产品 不同的机体带来的不同体验 也正是玩尾的乐趣所在 这里我们也贴上一张表格 是来自日本测评站onahodoka的投票 能看出喜欢高次级和低次级的玩家几乎是五五开的 喜欢低次级的玩家略多一些 但也不是压倒性的多 几乎是正态分布的状态 所以想要盲才才中一个新玩家喜好的刺激度 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有许多新人玩家在入坑时的第一个误区就是 高次级的就是舒服的 这应该说是非常错误的一种认知 群里能见到许多新手 早早听闻R20的名声在外 直接盲举R20甚至公口姐姐 到手发现和想象的并不一致 于是开始怀疑自己 怀疑厂商怀疑推荐的人 实际上大部分新人所幻想的高刺激 事实上是紧致的高包裹感 而不是高硬度 也就产生了这一结果上的偏差 因此第一款集体理论上最好的选择 当然是刺激度适中柔软度较高的中刺激集体 这能让新手最快的定位好自己喜欢的刺激度 但实际情况是 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选择推荐慢玩集体 原因是玩家的敏感度实际上是向下兼容的 除了那15%左右除了高刺激之外完全接受不了的玩家 大部分玩家都能在这个刺激度的机体中享受到应有的快乐 快速的锚定好自己喜欢的刺激度当然是一件好事 但得到一款难以驾驭无法使用的机体也是蛮糟心的事情 所以直接选择慢玩 对大多数人来说就成了一个合理的选项 谈完了刺激度也就正式进入了选杯环节 这一环节就和玩家自己的预算相关联了 因为第一款机体的试错成分相对较大 我并不建议在它的身上花费过多的预算 绝大部分新人在入坑时的预算都是250-350这个区间内 这也是比较合理的区间 但这一环节经常出现的问题是 新人在考虑预算时往往并不会考虑润滑的部分 但润滑对于新人的重要性甚至更甚于胶体本身 过于廉价的润滑对体验的破坏几乎是毁灭性的 甚至会影响到你后面的第二款第三款机体 许多新人将预算全都花费到杯子身上 然后使用后又常感叹 为什么没有感觉 胃同嚼辣 这就是润滑的问题了 这里简单推荐几组不错的组合 250元左右的预算可以选择奈奈奈子 女子天鹏天下柔学 CORON2、CORON3这几款相对便宜柔软的机体 搭配A1的子屏或是宇宙之爱 350左右的预算则可以选择千美、万曲子宫、星之公主、003YS 这些价格稍高质量更好的产品 搭配魅之或细薄一些的粉屏和EXC黄屏 如果预算进一步提高 PUNE1000、蜂蜜剑猛、魔女的诱惑乃至TOMAX等一系列高质量漫玩 就都可以纳入选择空间了 只是说这部分高价格高质量的机体 失措成本的提升也是比较明显的 至于200左右的预算 除了Wild One的日本名气系列 就几乎只能选择国刹了 润滑也没有太大的选择空间 我的建议是先等一等再买 如果急于选择的话 就只推荐迷集的三姐妹搭配白瓶润了 但体验上肯定和上面说的几组有所差异 只能说是可选择范围内最好的选择了 说完购买的部分 接下来就是保养和使用了 很多新手在拿到杯子后往往有一些不知所措 用钱需要洗吗? 保护粉什么时候打?打在哪里? 清洗液怎么用? 懒得用了是不是可以不用? 吸纸棒要差多久? 为什么感觉很难拔出来呢? 应该说杯子并不是非常宵贵的产品 不要以工艺品的标准要求它 把它当做日常用品就可以了 保持最低限度的保养 用后立即清理 粘手的时候打粉 其实是很轻松的 当然一直不做保养 胶体出油粘手发霉等问题 还是会找上门的 正常保养和使用的情况下 一个杯子用上半年到一年 其实不是什么难事 这里也整理了一些常见的问题 在下面一一解答一下 问题1 杯子用钱是否需要清洗? 第一次使用前可以清洗一下浮沉 后续就没有太大必要清洗了 如果喜欢湿润的触感 那么洗一洗再使用 当然也是可以的 问题2 保护粉如何使用? 保护粉一般是清洗擦干后使用 用手抹在表面即可 不要涂到通道内部 也有一些用防水袋把杯子和保护粉 装在一起摇晃的方式 但比较麻烦 我这里就不做推荐了 问题3 清洗液如何使用? 清洗液一般分两种 泡沫型的兼具清理润滑和消毒的功能 液体型清洗液则主打消毒 通常在润滑比较难清理的情况下 使用泡沫清洗液清洁一下即可 并不需要每次都使用 如果对消毒有执念的话 当然也可以每次都用 是比较个性化的一个产品 问题4 吸水棒要插多久? 为什么拔不出来? 吸水棒一般插10分钟左右就已经足够 吸水棒非常容易和通道发生粘连 也就是常说的伤通道 越软的集体越容易伤害通道 但比起发霉还是伤通道更能接受一点 如果是干燥的地区也可以选择阴杆 倒并不是一定要吸干净才可以保存 问题5 保密发货保密吗? 会被快递员或是驿站看到内容物吗? 这一点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的 不论是驿站还是快递员能看到的都是面单 而快递面单上一般都是空白或是生活用品 在拆箱前是不可能知道内容物的 至于快递底单一般来说添的都是玩具 顺风要求比较严格需要添成人用品 但同样不展示在面单上 因此购买时不需要过度紧张 放心购买即可 杯子的工艺其实并不是什么非常复杂的工艺 本身也不是艺术品 出现一些瑕疵可以说是再正常不过了 瑕疵根据品牌或多或少 但都会出现 一般来说不会影响使用 如果遇到比较严重的问题 可以拍照联系客服换货 正常渠道基本都会处理 问题七是否可以不用润滑油 选择沐浴露洗洁 洗发水洗手液作为替代 绝对不行 沐浴露这些产品 对隐私部位的刺激是非常明显的 如果不想牛牛发炎 红肿疼痛的话 还是老老实实用润滑吧 一瓶润滑可以用很久 其实是非常便宜的 问题八 一个杯子能用多久呢 根据使用强度和保养程度来说 平均限时的半年到一年 保养得当一年甚至两年也并不算夸张 绝对不可以 用后就要立即清理 时间太久 通道里面发臭 也就没有办法使用了 只要不是一直被秒就没有问题 因为杯子和手的差异其实是很大的 对于刚接触的玩家来说 一时间没有适应被秒也非常正常 三到十五分钟都是正常的使用时长 不用太过担心 也不要带着锻链的心态强行延迟发射 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节目中提到的关于贴牌壁雷 润滑选择护理产品 以及慢玩选购的链接都放在了下面 有需要的玩家可以自行了解 下期节目我们来聊聊A1 一家高性价比的猎奇厂商 今年也是推出了粉瓶和紫瓶 两款质量非常高的润滑 这家厂商到底为什么审美如此飘忽不定 在国内的知名度又如此低迷呢 我们就留到下期节目中再来聊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红茶 祝你今天冲的开心 拜拜